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然很高兴有机会到硅谷参加这个GIFT Summit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 那么过去经历不多 但是今年非常特别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Pandemic影响很大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能够如期召开 而且还吸引了很多人来听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Event 当然了很多可以做现场 我想今天早晨到现在听到的最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说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各种各样的 包括商业 所以我们听到未来的虚拟空间 跟市场商业 Megaverse 以及特别是最近的医疗 所以我觉得你能组织一场这样的会 作为GIFT 真的是一个GIFT 尤其是大家待在家里 在寻找新的 这个下一个突破 下一个Innovative Technology也好 下一个商业的奇迹也好 甚至下一个我们生活会更好的社会 是什么样的 这都非常吻合了你这个会议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台 可以让很多人交流 特别是现在在线上 不管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你看我现在用中文讲话 但是这个会是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Great Idea 真正的GIFT 好 我叫马起源 Dr.QM 我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然后很早就到美国来留学 我是算是最早的EP吧 然后我在科伦比亚大学 读完了我的PhD 我的专业是Microelectronics 就是微电子 那么讲具体的就是做超导电子 那么超导电子本身就牵涉到 包括我们今天会上要谈到的量子计算 以及下一代的通讯 还有我现在自己做的医疗 这是我的背景 我在毕业以后 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 当过电机系的教授 然后在2000年 曾经担任过哈佛医学院的 这个放射科的副教授 也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曾经被请到香港大学 做了一段香港大学的这个教授 我们在那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08年决定 把我们开创的技术 和未来的技术产品 准备做成一个公司 所以我们正式在08年下海成立 叫美食医疗 Time Medical 那么这个公司干什么呢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化的公司 也就是从学校 我们自己的IP专利 转给我们自己开发的公司 然后由于这个原因 我在08年决定彻底下海 我可能是很少有的全职下海 来让这个公司的这样一个教授 应该这样说 我们美食医疗 英文叫 Time Medical 它是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 Spin-Off 就是学校公司 哥伦比亚大学是股东 通过那个技术转让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医疗影像行业 做原创性的创新 我们叫Disruptive Technology 由于这些技术造成我们能够 开发很多新的产品和系统的服务 我们给自己公司的定位 叫三个A和三个B 三个A就是Advanced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Medical Servi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上 尤其是Pandemic这个region 我们全世界还有大概40多亿人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从来没照过S光 也没有核磁和CT 这个跟我们生活在硅谷 生活在上海 生活在纽约 根本无法想象 那么怎么能够给 这个40亿老百姓 或者55%的人口 提供最基础的比方年检 包括我们肺部检查 COVAX的肺结核 或者肺部检查 或者妇女的乳腺癌筛查 这个就是我在海维线 我们想的 要一定要通过最新的技术 什么叫最新技术 AR Reading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人工智能的毒片 加上我们现在的Telly Medicine 或者Telly Healthcare 或者远程诊断这些技术 使得我们能够用一种移动医疗的形式 给所有的老百姓提供医疗诊断服务 讲具体一点 在POST的这个PANDEMIC 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很害怕去医院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当然你可以打个电话 用视频跟医生聊天 或者是问问怎么回事 或者看什么药 但是X1还要拍 磁工程还要拍 乳腺塞产还要做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最近在美国提出 自助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 在提出一个方案 叫 Global Imaging Service Initiative 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诊断送到家 送到community 送到每个社区 送到你的居民去 也就是说将来你在手机上 点一下我要照个X光 车就看到你的parking了 然后让每一个老百姓不用去医院 就可以照X光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 叫移动医疗的诊断服务 或者 Global Imaging Initiative 这是3A的出发点 那么同样我们使得 能够在非洲 很多亚洲 贫穷国家 用一杯咖啡 照一次的价格 能够使老百姓 能够享受到所有的医疗诊断 至少年减的服务 这是第一个定位3A 我们还有一个定位叫3B 什么叫3B呢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大家都看到 你如果去造一次核磁 你都要排队到放射课 因为所有的机器都在放射课 一个机器很笨很大 但我们公司就定位在说 我们能不能专门造一些机器 专门提供这个服务 为baby 为小孩 特别是新生儿 专门做核磁 我们能不能为妇女的乳线筛查 专门有个快速筛查的机器 不是在医院里 在每一个小匹网提供一个核磁 最后我们能不能为老年痴呆症的大脑 提供年减 这三个B就定位在 baby breast 跟brain 我叫做 diagnose imaging for baby for breath and for brain 这就解决了我们 我们叫child care 解决了我们 woman's health 解决了我们 elderly 那个老年的大脑的诊断 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很多产品 开发出来进入市场了 那么我相信 由于我们的领头作用 使得我们将来 各个科室都会有 portable 或者是小型的 或者是方便的机器 能够系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甚至将来可以做到 就是说你路线筛查 路线的筛查 也一样几杯咖啡 你就可以做完 而不需要跑到医院去 这就是我们公司目前的定位 现在呢 我们也很高兴在硅谷 建立我们公司的那个美国基地 过去我们是在纽约 因为是各大小办公司 那么曾经也在南加州有一个实验室 所以这次也很高兴借这个机会 也欢迎各位那个能够有机会 跟我们进行探讨和合作 我觉得是这样 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啊 因为GIF的sponsor 是中关村这个创投 那么就是连接中美 那个科技啊 包括我们医疗交流 作为我们在医疗行业 也是全世界 甚至美国最大的行业 所以我们更希望 特别是在pandemic 或者postpandemic 这样一个era 我们更希望以后的GIFT 更多的focus 在医疗服务 数字医疗以及联系我们的AR AR和AR AR就是artificial argumented reality 将这些能够看到 用硅谷的数字技术的全球领先性 跟我们的医疗的全球的服务 连接在一起 这呢我希望以后 我们每年的giveaway 有一个healthcare section 或者专场 使得我们有更多的平台 来做这方面的交流 我说实话 我个人是做半导体芯片 研究出身 这也是我的最先的专业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都在医疗行业 那么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硅谷变成H股 healthcare value 变成medical股 这可能是我希望在gift 在这个方面 能够起到一个领先的交流平台的作用 也期待以后每一年gift 在这个方面有一个专场的活动 好谢谢